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古往今来,当官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出路,不但能够给家族带来荣耀,也能带来物质上的切实收入,就算是两袖兴风的官员,也不用为温饱问题范畴,毕竟自己领到手的俸禄就能够养家了。 但是这种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在朱元璋在位期间却出现了意外,一位正三品的清官,竟然因为不无连结,回乡拿不出盘缠,被朱元璋即行处置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我们都知道,朱元璋是从农民群众中走上高位的,所以,他本人一直也心怀百姓,对无贪官污吏那是非常的不齿,也因此施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刑法律底,这也让官员们工作得胆战心惊,不敢中饱私盟,所以,这一时期的官长那是相当的清明。 曾炳正本故事的主人公,也是一个相当清廉的官员,他出生乌江西南昌,学赴武车,早年因为学问做得好,就被当地朝廷推举为海州学政,这个职位,大致相当诬陷在的教育部门领导,后来因为执政期兼政机明显就得到了上级官员的重视,被举荐到朱元璋面前,正是被提拔为了经官,担任经部主事。 说起曾炳正这个人,在当官时可以说兢兢业业,他为人耿直,在工作中,发现了什么有问题的事情,就会直言不讳地向上汇报。 对吴这一点,朱元璋最也十分赏识,所以,一直也对其非常的信任。 后来,当朝廷想要在各地增设参政一时代表朝廷去各地监管地方官员时,作为比较信任的一个官员,曾炳正被派往了陕西担任参政。 在任期间,他充分了将自己在这方面的,才能发挥了出来,记录的不良现象非常之多。 不过,时间一长,难免也会揭露出太多的朝廷弊端,有时甚至还会再言语上出泛朱元璋。 皇帝是谁啊,岂是臣下可以妄加点评的。 因此,不多时,大领导一气之下罢免了他的官职,让他回老家反省。 这下事情就来了,曾炳正因为为人太刚正完,为官更是两袖清风,再加上朝廷发的俸禄手, 以至无想要从陕西回南昌老家的时候,连路费都凑不起,无奈之下,他私下里将自己年仅四岁的女儿变卖了。 原本想只是一件家事,但不料,后来此事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, 在朱元璋看来,朝廷给官员发的俸禄,足以够他们过得富贵友谊了。 但是,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劳骨板,竟然能够做出这种麦子的行为,实在是有为伦常, 他原本清廉刚正的行,想一下子就崩塌了。 皇帝生气至极,随即就下达了一道命令,将曾炳正就地处以极刑。 既然卖儿卖女,那此人以后也不配再为人父母了。 在外人看来,曾炳正似乎是均由自取,他卖亲生女儿,活该有这样的下场。 其实,如果了解了当时的背景,会明白曾大人还是很冤枉的,因为他当时实在是走投物。 录了,皇上让他返乡,伯阿西离开的话就是抗旨,这种罪行的后果,可能就是满门抄斩, 想要离开的话,只能想办法凑钱。 可能有人要问,他堂堂三品大员,是无这拨穷麻? 原来当时三品官员的收入是三十五十粮食, 如果真的以粮食的形式发下来就好了,偏偏事实不是这样的。 朝廷为了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就印制了一种纸币,名为宝钞。 这在当时普遍,以金银为交易手段的市场中,是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。 巫使朝廷只能将这种新政首先应用了官员身上,将他们的薪资都兑换成了这种新货币。 然而,在现实的贸易流通过程中,这种宝钞不被认可,其结果就是连连贬值。 官员们到手的宝钞却换不老应有的食物,故事变得越来越穷。 因此,曾领政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,全都是朝廷没有从深层次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造成的。 将他处理极刑的朱元璋,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